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常常有人說 有些病患會把醫院當自己家 到底這些人會有哪些荒唐行徑 又會鬧出什麼樣的笑話呢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來告訴你 今天的三位藝人 他們有看過哪些誇張案例呢 國人啊 有調查過很愛去看病 逛醫院 在逛醫院呢 是真的去看病嗎 未必 進統計有五萬人 一年看病 超過90次 還有人呢 90次 對 還有人統計呢 一年去了575次 基本上 這基本上已經超過一次了耶 一次多 那麼多病患去醫院 真的是去看病嗎 我們進來看看 醫院就是我家啦 病患家屬 好不想離開啊 醫界一向都是講 好好的人是不會來醫院 但是現在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那以前 最常麻煩的是一個延長住院的事情 就是他不該住院 或者該出院了 他就是不出院了 我們大概後來有分析三大的理由 第一個叫缺乏愛 缺乏愛 有的人真的是跟老婆吵架 因為我婦產也可能 只要跟老婆吵架 老公吵架 他就覺得身體不舒服 就要求來住院 那在早期醫療資源沒有那麼的 擁擠的時候 其實病患家屬的資源 只要符合我們大概就讓他 讓他住進來 這種就是 只要吵架就來 所以整段都很難寫 你知道嗎 後來呢 這種案例我們後來有安排心理諮詢師 因為他要去做婚姻諮詢 他其實不是來住院 第二種是真的 占便宜 占便宜是怎樣 我們曾經遇過最扯的 這個後來我們才發現 我們被欺負了 就從我那時候在桃園 他特別跑來桃園 然後突然說肚子痛 肚子痛一時不查 我們也說那先觀察 因為他表現實在太疼痛 結果到病房去 就沒那麼痛 然後他的伴侶 他的男朋友就突然過來了 那原來是怎樣 他從台北到桃園 他覺得不想花錢住旅社 所以就直接在 我的天啊 就住了兩天嘛 我們第二天看他沒事了 抽血都還好 準備要放他回家 他說不行他還是不舒服 原來他還三天兩夜 就很多苦友都過來找他 三天兩夜 然後住健保病房 不用付錢嘛 所以你就知道 省了兩天的病房 是醫院摩鐵化就對了 住健保嘛 所以你看他吃喝簡單的 其實都有得支付 而且他就中間都要求請假 因為後來健保管得很嚴 因為如果你請假超過四小時 其實就被登入起來 因為能夠出去四個小時晃 大概就不太需要徒院 可是早期那時候管理 還沒那麼嚴格的時候 其實他就要求請假 大概會不會三點半 就回來報到一次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他就當成出去玩 來桃園景點 就省了兩天的 桃園景點 這樣會不會教壞大家 真的去用這個方法 我要講的真是比較早期 現在呢 你要隨便住院 可能沒辦法 會在魏志偉的急診那邊 待比較久 因為病房其實還滿滿的 第二個 其實我們有防治的方法 大概實證醫學上 包含抽血還是要有相對的證據 而不是看你的不舒服 你還是要有住院適應症 對還是要適應症 那我講的是比較早期 真的有這種情形 那第三個其實是真的 他都不一定住院 我們曾經有過這種案例 這個 他本身是警銷人員 非常英勇的警銷 尤其是消防隊 受傷了住院 照顧他的護理人員 又很細心又很耐心 最重要其實長得也還很不錯 然後就蒙發一個愛苗 這個消防隊離開了之後 就每天都藉顧來這邊訪事 你知道嗎 因為消防隊其實警銷他們 要送CAS到醫院 他就想辦法調到這家醫院的房區 沒事就過來 然後因為他們都知道 那個護理人員的頒表 抓到就脫過來 久而久之 你知道 這個就真的在一起了 而且我要先說 其實後來呢 護理人員很喜歡跟消防隊 警銷一起聯誼 因為兩方面的屬性很像 都會被急診on call 都能體諒對方的一個 緊急事件 緊急性 對 所以後來 因此這樣子 我以前服務的醫院 就搭起了護理跟消防的 友誼的橋樑 大概好幾個都這樣子搭出去了 像剛剛講缺乏愛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 像我們包括我們在偏遠醫療的時候 我們在看門診 通常在看門診 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可能是可以 他們可以來 所以大家一定會準時到那個現場 現場就像是一個很歡樂的大家庭一樣 每個人在那一天 就是update著 這一個禮拜發生的所有事情 所以家裡的什麼 阿嬤阿狗阿 出了什麼事都是那天發生 這種我們都覺得可以接受 可是其實有一些人 我覺得比較可惜啦 我講 我分享一個案例 案例啦 他是一個阿嬤 那這阿嬤我們印象很深 就是他來看診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家屬配 通常是他女兒 有些時候是他的兒子來 那他來的時候其實都是ok的 表情啊什麼都蠻健康的 就常常會來拿一些藥啊 感冒的也可以啦 就慢性牽糖尿病等等也可以 那因為我們 我們擦卡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電腦都會顯示 這個病人是否是過多看病次數的病人 所以每一次擦他都是 今天重複看了好幾次 請特別注意 那一點他果然今天除了看我們課 還有看心臟課 那我們就叫說沒事就不要來嘛 可是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就很開心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看完門診 我在外面剛好看到他在心臟課的前面 在搭訕隔壁的阿公 兩個很開心的聊天 聊得美飛色舞的這樣 他的那個家屬其實 感覺出來是好像是被迫來的 所以他家屬在旁邊就滑手機 也沒什麼講話 可是他就是 美飛色舞很開心 那我們都要跑去急診科 我也是急診又收到他 就是又收到他想說 門診也有急診也有 那他也來 我就看發現他除了門診有很多病例 他急診有一大堆病例 一樣也是那個家屬 我看到那個家屬陪來 那也是吊著點滴 最後就躺著床跟隔壁床的人聊天 都是一樣的模式這樣 可是那有一次呢 其實就沒那麼幸運 有一次他來 那次來其實就是胸口不舒服 那次來我印象非常深 其實非常快 阿嬤就突然就走了 那他突然走的時候 那一次是唯一一次他家屬沒有陪他來的 然後那時候就有我們就會打去跟他家屬 就是他那一次是直接被送到醫院的嘛 就打電話給家屬 印象非常深深 那個家屬的口氣是覺得 怎麼可能 怎麼又來了 家屬就覺得又是狼來了的心理 最後那一次 最後那一程反而沒有送到 常常都有老人家就是 會因為有點焦慮 或者是想要有家屬的關係 就會常常找一些理由來急診 而且我曾經就遇過一個那個婆婆 她很有趣 這個婆婆她本身有心肌梗塞的病死 那她這一輩子被急救過兩次 第一次是在家裡發作的時候 沒有無意心跳到 所以當場是死亡 可是到竟然有被救我這樣子 後來去住院做了性導管 那第二次是在住院的期間 那一次是因為心腳痛住院 那在住院觀察期間 她半夜的時候又發生急救 血管又忽然塞住又急救 那她也被救過 那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她只要稍微兇悶 她就一定得往急診來跑這樣子 那就很奇怪的是她每次來 因為她有這樣子的病死 我們也不太敢大意 就是想說擔心她心臟又出狀況 每次就會流關非常久檢查一堆 那有時候有一些比較佛心的心臟科醫師 就會把她收住院去觀察這樣子 可是 每次要叫她辦住院 她說沒關係 我在急診再觀察看看 那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她已經訪訪部來急診這樣太多次了 我就問她說 我不是可以住院 住院這樣你有地方 家屬有地方可以休息 這樣是比較好嗎 她說沒有醫師你不懂 其實我在家裡 或我在病房裡面 就是主治醫師每天就來查一次房 那護醫師來發發藥 我上次就是這樣子 在半夜護安機就沒有人知道 那在急診不一樣 雖然你們不見得會跑過來 有空來跟我講話 可是我看到你們 我就看得到醫師 就是在我面前跑來跑去 她覺得這樣子安心 所以她每次都是簽了自動離院 就是觀察到 這是來熊悶不舒服 可是觀察一天 她覺得她這次應該不會死 所以她就是會簽自動離院 再回家去這樣子 這我有跟妳一個建議 我們以前類似這種 這種最好的解套方式 安排她去急診當志工 每天爬的角色 還有妳 她可以自動公開耶 這是一個好方法 我看到醫院滿多志工 都是老人家在那裡 是 所以他們不是 我每次都很熱情耶 就是真的會引導妳 妳有什麼問題 他們都回答妳 所以他們真心是想要在那邊 可以有什麼 沒有 因為人多嘛 不會無聊 你如果一個人在家很寂寞 老人家如果沒人陪妳想想看 而且你問他什麼地方在哪裡 他瞬間打出來的時候 他那個表情是很... 成就感 他這個年齡還能服務到別人 其實剛剛陳欣梅醫師講的 就是陳醫師講的那個狀況啊 我自己我媽媽在住院的時候 隔壁床就有一個阿姨 她也是就是骨折 當初是骨折 然後因為她的頓位比較大 所以她骨折的時候 她也沒辦法好好的下床 因為一下床就會可能會重量加重 不是那麼容易康復 可是她其實真的快好了 到後來她是不願意回家的 就是每一次巡房醫師跟護士都說 阿姨妳可以回去了 她說沒有沒有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真的...我感覺我很痠 然後你們不是要幫我做復健 因為她是腿嘛 你們不是要幫我做復健嗎 我覺得我復健還沒有到達一定的能力 我可以自己行走 然後後來因為我會在這邊陪媽媽過夜 我們就會聊天 結果媽媽就會跟我講說 阿妳沒事陪阿姨聊聊天 我就說為什麼要陪阿姨聊天 她說她很可憐 就是她有一個兒子 可是她不想回家 其實是因為這個兒子 她的兒子每天都會回家 可是每次回家都是醉的 然後醉得一回家就亂丟阿 亂弄東西 然後會破口大媽媽媽 她說只有在醫院 她兒子雖然醉了 但不會 就來看她的時候不會罵她 因為她知道這是公共場合 壓力宣洩出口造作 對然後我就覺得 聽了之後就覺得很心疼 可是我真的有看過她兒子 每一次來都沒有 都不是醒的 都是醉的 然後都是渾身下都是窘氣 所以比較需要住院是她的兒子 對啊 什麼都不盲點耶 可是沒有辦法 而且先到警察掉了點滴在上來 怎麼會把他兒子腿打斷 醫院也沒有靜靈的時候 久之就不能進來喔 常常會被送來 可是如果門口的住就位警員 可以注意一下 他每次來都是半夜 都是比較晚 那他可能半夜是不能進來的 他可能有配那個 就是家屬 因為他是家屬阿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才進來 所以大部分看到他的時間 都是12點過後 是 像我們家人 因為有家人在住院 我們家都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住院的時候 就是因為寂寞 她的隔壁床 我們先進去了 她的隔壁間 進來一個老太太 她就會一直哀 只要護士一碰她 唉呦 就會這樣 有一天 我就是在深夜的時候 在照顧我爺爺的時候 我看著他 拿著那個點滴架 見步如飛 後來我才慢慢觀察 他還知道 因為他會去看那個 護士的排班班表 他喜歡那個護士 有沒有排 有沒有班 然後再見步如飛的 回到自己的床上 然後他已經 哀到醫生 要摸他的時候 醫生會陪他一起叫 唉呦 我知道你這麼痛 但是醫生已經 後來我才知道 他一個月至少進來 三四次 然後一次大概也住 三到四天 缺關係 他基本上一個月都在 因為他喜歡 他喜歡跟那些護士聊天 然後好像 就是他的小孩子都很忙 都沒有去關心到他 所以他在那裡 很多那些年輕的妹妹 像女兒一樣 像孫女一樣 這樣關心他的時候 他會很開心 因為我之前在軍方醫院 三種那邊 有所謂的軍方病房 那軍方病房 都是住著年輕打批哥 所以他們也很喜歡 跟護士打批聊天 然後甚至有時候 送點心送禮物 那我其中有一個案例呢 他是因為外傷 車禍外傷 所以造成全身多處撕裂傷 其中比較嚴重的是 在他的睪丸的部分 因為外傷的關係破裂 睪丸也摘除掉 但是呢這種傷口封完之後 其實大概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應該就癒合了 可是他的傷口呢 那我們也一直在想說 每次清創都清得很乾淨 但是為什麼會長不起來 結果後來有一天在無意間 得到一個病友的訊息 就是說 他曾經在晚上 在護士發藥的時候 從發藥車裡面 拿了一支針筒 然後平常取藻的時候 去浴室 抽那個地上的洗澡水 打到他的那個傷口裡面去 他把自己弄爛 加工把它弄爛掉 加工 對 那我們聽到 這快好快好 他說不行要注意 那後來呢 我們也想說 這真的是不要命的 有點誇張 因為萬一他另外一顆 也受到影響 那不是就是沒有生育能力了嗎 那後來我們想了辦法之後 開會也討論說怎麼辦 就在他的外面 然後每個禮拜 就像針燒帶一樣 每個禮拜打開來看一次 然後照相 連續這樣子過了三個禮拜 終於讓他回去了 對 那後來我們也得知 就是他其實是要追其中的一位護士 然後順便還要請你保險 對 有這樣的問題 請保險才是最大的原因 對啊 聽說啦 可以換一部中古的B&W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醫院還有這種 所謂的 現在大醫院都有所謂的VIP病房 就是有門禁有保全 在負責門禁管制的 所以他隱密性非常高 那因為這邊呢 護士也是經過特別的篩選 所以他們的談吐啊 處理的這種能力也非常的高 然後顏值也很高 顏值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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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都有的 一定都有的 他服務張軍欸 那是將軍病房會 而且將軍欸 現在其實也有一些 開放給外面的大老闆啊 像內湖很多科學園區的大老闆 都喜歡去那邊住 那有遇到的老爺 那是將軍 而且還有會議室 會議室可以做視訊會議 有個老爺就很喜歡 待在醫院裡面 我們其實說 你的傷口已經差不多好了 可以回去 他說 可是我回去都沒有人陪 只有費用 在這邊有小孩子 他們 孫子都可以過來看看他們 因為房間蠻大的 有客廳有什麼東西 那另外是 護士也很親切 所以他們就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多晚幾天 反正我們自己住 目前都沒有這個問題 多晚幾天 我們有曾經遇過 是要追媳婦的 追媳婦 追媳婦 有一位企業 就是企業家的大老闆 他就是來到我們這邊 做營養諮詢的時候 然後看上了我們的營養師 然後 他就希望 他希望他的兒子 可以就是介紹給這位營養師 他就一直來找到諮詢 一直來找到諮詢 然後說 我兒子怎樣怎樣怎樣 我家的家產有多多啊 你如果嫁來我家的話 可以什麼什麼什麼啊 他每次都以營養諮詢為主題 去切入這一切 然後一直知道 有一次他也帶他兒子來諮詢 那營養師也看過了嘛 就覺得不喜歡啊 當然就是想要保持距離 後來這位營養師 一直知道他離職了喔 這個伯伯就說了一個謊 他說 誰某某某營養師啊 我兒子的血壓飆到250 怎麼這樣 根本是啊 那就一直這樣子編這樣子的故事 可是我們聽人都知道假的 血壓飆到250 不找醫生 幹嘛找營養師啊 對 然後他就開出了一個條件說 拜託你幫幫我兒子 只要你願意陪我兒子去找 高血壓的原因 我包你一個月五萬塊 不喊車資 就只是陪他兒子去看醫生這樣子喔 你就陪著他就對了 一個月五萬塊 對對對 然後後來 因為這位營養師他還想要避嫌 想要保持距離 所以他就 轉介了一個營養 就是諮詢的一個會員這樣子給他 那他也為了還想要再跟這個營養師 繼續有接觸 他就一口 都什麼價錢都沒有問 就一口氣就答應他了 對 就是還有追女孩的啦 然後追媳婦的啦 剛剛提到志工 我們有遇過志工是來幫 他的女兒找老公的 也很多耶 怎麼到醫院找老公啊 不過找醫生喔 找醫生 就是看中我們的 媽媽也會嚴嚴也沒事 對啊 就是當志工 就會開始想通想西 你結婚了嗎 對啊 我們女兒做醫生娘也不錯啊 我生病 我都可以自己在家裡看 我想到一個相反的事情 就是 我有一次去看牙醫的時候 看完牙醫的時候 那個 我要去櫃檯拿健保卡嘛 然後那個護士就說 你等一下喔 然後就叫了一個院長出來 院長就說 欸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沒有男朋友 院長問我有沒有男朋友 我說說 沒有 沒有男朋友 他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幫你約一整好不好 約禮拜四 他就回來看一下 我想說 可是我禮拜四那一天比較不方便 禮拜三可以嗎 他就說禮拜三我們都買了 就是禮拜四這樣 然後後來 我禮拜四去的時候 剛好是我爸來接我回來的 禮拜四是一個男醫生 幫我看牙齒 然後是我爸來接我的 然後我在看牙齒的時候 那個院長就在外面跟我爸說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優秀的醫生 我們一直想把他介紹給我這樣 所以他就說就是 剛好爸爸也來了 來看一下這個醫師 OK 然後我爸就說 見家長 我爸就說 應該是那個院長 他就是可能把底下的醫生 當就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就是覺得有不錯的病患 要把他介紹這樣 然後我出去的時候 我爸就說 好啦好啦那不要留些電話 我說不要不要留電話 我說沒有啦沒事沒事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就想說 天啊我還這樣子給他張開嘴巴 在那邊看牙齒 不知道有多醜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沒有啦沒事沒關係 我們再約時間再過來 不會啊那不會覺得很醜 因為他戴著口罩的時候 那眼神是滿滿的愛 然後你爸也搞不清楚他什麼樣子 因為他可能看到你爸緊張 口罩一直沒有拿下來過 對 所以你有看到那個醫師喔 沒有看不清楚 但是就是 感覺滿斯文的 對 那你沒有想要跟他交往嗎 沒有啊很可怕吧 為什麼 為什麼很可怕 不是就是 戴牙醫多好 你知道牙痛的時候有多痛啊 這個質疑有多貴啊 真的 你還不珍惜現在嫁老公你 不是這樣啊 我覺得那些質疑隨便一口 要不要七十萬幾票 我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